大腦中的粒線體 基本上只要保養好粒線體的功能 就能維護大腦的運作 目前很多研究顯示 腦部的粒線體的活躍程度 與神經退化疾病有關聯性 所以很多研究都著重 是如何保護粒線體的功能 根據醫學研究指出 細胞粒線體產生能量的能力 與年齡相關退化性疾病有著重大相關 由於大腦每日需要消耗身體大部分的能量 來進行思考和基本心理運轉 因此 粒線體的功能是否足夠 是相當重要的關鍵 粒線體的運作 又與十幾種營養素有關 建議以下改善大腦退化的飲食準則 第一 攝取必要營養素 輪資質絲氨酸 可以活化腦中各種酵素的活性 能夠延緩神經傳導物減少 有助於修復更深大腦受損細胞 和清除有項物質 激醇 促進健康細胞訊號傳導 參與神經傳導物質的調節 促進情緒健康 一 糖酸美能夠有效提高大腦美含量的美化合品 可以提高學習能力 改善工作記憶 短期和長期記憶 第二 採取低碳水化合物的飲食方式 低碳飲食的特點是 碳水化合物較少 蛋白質含量適中 脂肪含量較高 低碳水化合物的飲食法 可以導致身體能量 已通過燃燒脂肪產生 而不是葡萄糖 是否能施行低碳飲食 建議請專業人士 包括醫師及營養師評估 請不要自行嘗試 請不要自行嘗試